身上裹满纱布 压力液 脸上还有烧伤的痕迹 与家人外出烤肉 却让河南怀孕 七个月的准妈妈 被火纹身 从下巴开始 然后到脚 四肢 然后肚子 胸前都烧伤了 百分之多是烧伤面积 然后也比较热 这个土就应该是 噴射爆炸 火源呢 然后就引燃了这个酒精 冬瓜呀 或者是直接就噴射 到他身 意外当下 这名孕妇担心肚子里的宝宝 不敢在地上打滚 导致全身 百分之六十五的烧伤 宋姨抢救 青创伤口10% 影响肚中的胎儿 拒绝打麻醉药 因为有宝宝嘛 然后很多药 不能用 人家都是做手术 不是都在手术台里面 我就是在那个 就在这儿病床 几个医生没打麻药 就给我把这屁都给我挂下来 没进行麻醉 所以就直接进行 青创手术过程中疼痛 可想而知 但这位准妈妈这么说 我的孩子 我毕竟怀孕了 他竟然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竟然很坚强 因为当时 促科说是来会诊 那种 说宝宝健康啊 当时我就想 需要宝宝健康 都知道了 无论是被火纹身的第一时间 还是事后的青创手术 证明妈妈想到的 都是肚子里的小宝宝 忍受剧痛 也要保住腹中胎儿的平安 也让人见识到 为母则强的力量 记者综合报道 妈妈要就给我 把这皮都给我挂下来